下午好 今天是11月18号 星期三 这是五十六节会议 库庆委员会举行第1370次会议 这是一次公开的会议 今天开会就是要听取中国 香港 澳门的答复大事 中国和港澳的代表 我很高兴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建设性对话 我下面请您和您的代表团 讲话按照程序的你们有90分钟发言 然后我们有45分钟的问答 然后完成我们再继续做45分钟的对话以后 我们就结束会议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请大使发言 谢谢主席给我发言的机会 各位委员 在昨天的对话中 我们向各位委员重点介绍了 中国包括港澳特区在反扣心领域的诸多新的进展 也听取了各位委员发表的评论和提出的问题 我们愿本着负责和开放的态度 回答委员们提出的问题 在回答具体问题之前 我想谈以下两点意见 一 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反扣心的努力 中国提供的大量材料充分的表明 中国在反扣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执法层面 都是真实可见的 实质性的和持续不断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 取得这样的成就数位不易 它重逢体现了中国政府 致力于保障人权的决心和付出的巨大的努力 这种努力既是履行公约的义务 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反扣心方面 中国只会取得越来越大的进展 而不会停止不前 有的委员提到中国提交的材料中 数据不足 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 收集和提交 各位委员希望知道的数据 但客观情况是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 人力以资源也有限 国内的统计数据和委员们提出的数据要求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一些数据我们目前还不能提供 如何更好收集委员需要的数据呢 确实是我们今后需要改进的方面 我们将积极考虑委员们的合理意见和建议 在反扣心领域更加注重收集相关的数据 以更好地展现中国的旅游工作 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回答 下面呢 我想请我的同事们回答各位委员提出的具体问题 我们将所有问题呢 进行了梳理归类 将分别由主管部门的专家回答 同时呢 我们还准备了非正式的英文的译文 供各位委员参考 下面呢 我想请呢 外交部调法师 师长徐鸿先生 就酷刑的定义 关于建立独立的酷刑预防跟监督机构问题 关于排行问题 关于朝鲜非法入境人员问题 对公约相关条款的保留问题 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回答委员的提问 谢谢 首先我回答 Grossman主席和 附鸿世先生提出的 关于酷刑定义的问题 感谢两位委员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和建议 虽然由于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的不同 中国国内法 难以完全照搬公约中 关于酷刑的定义 但中方答复材料 第一题中已经说明 公约关于酷刑定义的各个要素 在中国法律中均有体现 具体而言 一 行为主体 既包括广泛的公职人员 也包括 在公职人员交缩 同意或默许情况下 实施酷刑的 非公职人员 二 既包括 为毕宫的目的的刑讯 也包括 为其他目的的酷刑 适用的罪名 比如故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等 三 既包括采用肉刑 变相肉刑等方式 造成肉体上痛苦的行为 也包括 采用虐待 侮辱 威胁等方式 造成精神上痛苦的行为 2012年 最高人民法院 刑诉法司法解释第95条 对此也予以了明确 此外 在中国最新修订的刑法中 还加强了 对遭受虐待的 弱势群体的保护 这也从一个方面 进一步加大了 旅行公益的力度 关于 拼劳询问的案例 我这个地方 可以提供一个案例 就是刘洪受贿案 因为刘洪 在2012年9月12至14日 被连续审问6次 刘洪的辩护律师 于2013年9月5日 向重庆市五龙县人民法院 提交了非法证据排除书 法院 依法于同年9月16日 召开庭前会议 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经查 对六次讯问中 四次连续讯问的笔录 认定为疲劳审讯 获得了证据 依法予以了排除 下面 我回答 Modvik先生提到的 关于建立独立的 枯刑预防和监督机构的问题 我们在对问题清单的答复材料 第28题中 已经做了回答 在此我也愿意进一步解释 检察机关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 具有崇高的地位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检察院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依照法律规定 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监狱法 具体规定的检察机关 对监所活动实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完全能够升任 莫德维克先生所说的 独立监督机构所承担的职责 下面我回答一下 莫德维克先生和多玛先生提出的 有关培训的问题 我们也在提交的问题单答复材料 第十三题和第十四题中 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此我愿意补充说明 中国政府针对司法和执法人员 包括法官检察官 看守所负责积押的人员 监狱警察医护人员等 都提供了反酷刑方面的系统培训 比如结合禁止酷刑公约 开设相关法制教育课程 覆盖力达到90%以上 公安机关看守所工作人员 和监狱警察更需要全员接受培训 2012年至2014年 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多期 人权内的培训班 培训 培训超过一万人次的刑事法官 既包括出身法院的法官 也包括上诉法院的法官 2012年到现在 共有各级检察人员 24,039人参加过禁止酷刑领域的 正规化检查业务培训 共有23,03万人接受过相关领域的电视电话网络培训 目前看守所的医务人员共有一万多名 也都接受过专业医疗及反酷型的培训 为了落实委员会上次的结论性意见 有效检测培训效果 各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因为涉及的部门比较多 时间有限 在此呢 我仅仅以公安部为例简要说明 近年来 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 推行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 将禁止刑信毕宫 暴力取证 虐待被监管人员等 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 并规定了 未取得基本及执法资格的民警 不得办案 公安机关还加大了 对禁止酷刑的执法监督力度 强化责任追究 并将禁止酷刑 作为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评的 一项重要内容 严格进行考核 下面我回答 托顾士先生和戈尔女士 提及的朝鲜非法入境人员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问题单答复材料 问题九中 已经重申了 中国根据国际法 国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 予以妥善处理的立场 针对这次的评论 我想补充如下 第一点 有关的朝鲜的人员 是为经济原因 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境内 不符合难民公约规定的难民条件 也没有确凿证据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 对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涉嫌伪证罪的追究 做出了特别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程序 也就是说应当由办理 辩护人承办案件的侦察机关 以外的侦察机关办理 这就是更加慎重 那刑法第309条 规定了扰乱法庭秩序罪 这是今年8月29号 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 修改过的条款 针对所有人 包括诉讼双方当事人 参与人和旁听人员等 并不单止针对律师 也不是限制律师权利 关于您提到的 王全璋 吴良树 张柯柯律师 拱祥栋律师的问题 在中方提交的问题清单答复材料第4题 相关内容中已经做了介绍 在这儿呢 我愿意告诉您几个新的案例 说明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 在贵阳黎庆红案件中 律师多次违反法庭规律 不听审判长指挥 未经允许随意发言和走动 跳起来指着法官进行人身攻击 这时法庭根本没有办法审判下去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在别的国家的法庭上是允许吗 在江苏常熟的核强案件中 律师未经法庭允许随意发言 知识公诉人和核议厅无法发言 要求法官按照律师的思路 审理案件 我不知道这个法庭上谁是法官 我想这些情形正常吗 不管律师法还是其他法律 保障的都是律师合法行使的权利 而不是其触犯法律的行为 这跟身份没有关系 我想我先答复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关于获得为 国家场所在亚人员死亡情况的调查问题 回答楼下 当积压场所发生在亚人员死亡时 积压场所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内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派员到场调查助理 依法进行监督 必要的时候 应当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通常要进行尸体解剖 查明死因 尸体解剖时 通常要有死者家属到场 并在相关文书上签制 如果有犯罪发生 属于其他被羁压人员犯罪的 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追求其刑事责任 如果是积压场所监管人员犯罪的案件 则由人民检察院进行侦查 追求其刑事责任 积压场所通常设有医务室 医务室的医生 负责在亚人员日常医疗 如果需要鉴定 通常由专门人员进行 对酷刑行为追责情况 关于布鲁尼先生 图库斯先生 莫德维先生 贝尔米女士 盖毅先生提及 对酷刑行为追责情况 回答了一下 中国反对酷刑 禁止酷刑 依法惩治实施酷刑的国家工作人员 首先 中国有惩治国家工作人员酷刑的专门机关 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内部设有反独式侵权部门 专门负责查处 包括刑讯逼供 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在内的酷刑案件 检察机关在积压场所 设置有派渡检察室和派途检察院 对计压场所的执法活动 开展检察监督 发现酷刑依法追究 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其实 中国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规定了酷刑的陆罪标准 由于时间关系 就不再具体介绍 在司法实现中 也不乏惩治酷刑案例 中方答复材料第22题 说明了对酷刑案件 立于起诉和审判的情况 关于布鲁尼先生提及 中国国家报告第93段 5名警察被印定构成 刑计逼供后的追责情况 警察两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 两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回月 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这有利说明 中国依法 处罚酷刑 所谓的有罪不罚 没有事实根据 我就回答到这里 下面我请公安部李文森先生既找会 大家委员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谢谢吴大使 很高兴在这回答各位委员提出的问题 关于Broni先生所提的 对积压场所的巡查问题 看守所监狱等积压场所 定期邀请或者接受监督员的巡查 这些监督员大多由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 及社区人员组成 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 行业 主要通过实地调查 与警察和积压人员谈话 查阅工作记录和资料等多种形式 巡查包括禁止酷刑在内的 执法和管理的情况 听取积压场所工作人员 及被积压人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发现有酷刑行为 或是执法管理存在问题 他们会向积压场所 及其上级机关及时反映情况 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人大代表 按照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委委员会监督法 有关规定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关于特顾西先生提到 对积压人员权力保障的系列问题 我们在对问题清单的答复材料 第三题中 已经对所设的问题做了介绍 在此呢 要进一步补充以下的情况 第一 对被拘留人批准延期的期限和程序 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被拘留人的拘留期限 由三日延长至七日 以及延长至三十日进行审批 这种延长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对于不符合法定延长积压条件的 无权批准延期 对于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继续侦查的 由检查机关进行审批 对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积压期限即将届满 看守所应当立即通知办案机关 办案机关应当及时的变更强制措施 对于公安机关批准的拘留 如果被拘留人及其家属 认为采取拘留的措施 以及延长期限的决定 错误的可以提醒检查机关进行监督 对于超级积压的 检查机关将依法予纠正 第二 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送看守所积压进行登记 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看守所将按照 对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 积压期限等事项进行登记 看守所为所有的在押人员 建立的医疗档案 记载其病史 健康情况 患病情况 治疗情况等 经公安机关批准 被羁压人的直系亲属 可以查阅有关管理登记 和医疗记录 各级公安机关监督部门 检查机关住所检查室 将对看守所是否落实 登记制度进行监督检查 对不如实记录的 将依照有关规定 追究相干人员的责任 第三是 被羁压人员的医疗及体检问题 目前 看守所基本上都有住所医生 可以对患病的 在押人员给予治疗 其中 有的医生属于看守所的公职人员 有的属于医疗机构 派驻看守所的医生 与看守所没有隶属关系 但 无论医务人员和 羁压场所是否有隶属关系 医务人员 均有如实反映检查情况的义务 看守所医生应当按照 在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的 所列项目 内容 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和罪犯进行健康检查 登记检查结束后 签署意见 并签名或盖章 发现有伤的应当问明情况 在在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上 做好记录 由送押人员和在押人员本人 签字确认 对于医生发现的 可能存在酷刑的情况 主管机关将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对于打击报复医生的 将依法追究香港人员的法律责任 为了加强在押人员的医疗救助 2014年12月 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 联合下发公安监管场所 医疗卫生专业化建设工作方案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安监管场所 医疗卫生的专业化建设 要求到2016年底 实现公安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安全 卫生部门负责医疗卫生的专业化运作模式 也就是说 社会医院派驻一定数量的医生到看守所 承担在押人员的日常医疗服务 第四 是否存在被积压人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救助而死亡的情况 看守所对在押人员患病的 看守所的医生将会对其进行治疗 需要到医院治疗的看守所 会将患病的在押人员 及时送往当地医院治疗 不允许出现被积压人 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而死亡的现象 第五 是关于有什么措施 确保犯罪嫌疑人 在被初步审查时获得律师帮助问题 中国的法律非常重视 保障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 一是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删去了该法原有的 聘请律师需要侦察机关批准的规定 也就是说 所有的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都有聘请律师的权利 而不需要经过侦察机关批准 二是公安机关 在第一次询问犯罪嫌疑人 或者对犯罪嫌疑人 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 会告知犯罪嫌疑人 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并会告知他 如果因经济困难 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三是辩护律师 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 能够当场安排会见的 一定要当场安排 如果当时安排 不能安排的话 应当保证在48小时内 安排律师会见到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四是推行法律援助中心 驻看守所工作站制度 由法律援助中心 在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 及时为在押人员提供法律帮助 关于Taguchi先生 问到的刑事诉讼法第83条 规定的实施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83条的规定 对于无法通知 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 通知后可能有碍侦查的 可以暂缓通知被拘留人家属 为了防止上述规定被滥用 公安机关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机制 一是公安机关推行了 由法治部门对刑事案件 进行统一审核的制度 法治部门在对案件进行审核过程中 将对案件办案单位 是否依法通知被拘留人家属 进行监督 发现问题的要及时纠正 二是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 通过设立12389投诉热线 对有关不通知家属的投诉 进行调查处理 三是公安信访部门 对于街道的 有关不通知家属的来信来访 将按照信访的规定程序 进行调查处理 此外 当事人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投诉 检察机关经过调查 发现问题的 将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实践中 对于发现的违反规定 不通知家属的行为 我们将坚决的依法予以处理 关于Modevaker先生 问到的 看扰所条例第26条规定的 病情严重的范围问题 看扰所条例第26条规定的 这个病情严重的范围 主要是参照了2014年10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的 赞与监外执行 复健中 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执行 该规定详细列举了 严重传染病 严重气质性心血管疾病 严重呼吸系统疾病 等18类严重疾病 能否给予保外就医 将根据上述医学标准 予以认定 关于莫德维格先生 问及的 羁押场所的单独监禁 审讯与问题 首先 单独关押是看扰所的一种管理方式 不是惩罚措施 单独关押的期限 将根据在押人员的风险程度而定 对于单独关押人员 看守所管教民警 每天都要与其谈话 了解情况 医生每日上下午 各寻诊一次 了解其身体和精神状况 医生每24小时 要对被单独关押的人员 进行一次身体健康检查 经评估在押人员分险降低 不再具有一级重大安全风险的 将被送到普通的监使进行羁押 目前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室 设置了带有防护设施的审讯椅 这是一种安全的保护设施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讯问的过程中 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 自伤自残 或者袭击办人员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规范化改造 公安机关的讯问室 都安装了监控设施 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的录音录像 对使用审讯椅的情况 也都记录下来 因此不会出现通过使用审讯椅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酷刑的问题 关于莫德维卡先生提及的录音录像制度 对信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是预防酷刑的重要的有效的措施 为确保这一制度得到落实 公安机关内部建立了相关的审核制度 公安机关法制部门 在对案件进行审核时 将对信问过程是否录音录像进行审查 对没有依法进行录音录像的 将督处办案部门预纠正 法院检察院为了证实犯罪嫌疑人 供述是否合法 是否真实 将通知公安机关提交录音录像资料 对没有录音录像资料的 可能会导致相关的讯问笔录 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 羁押以后 侦察人员对其进行讯问 应当在看守所的审讯室内进行 办案机关因侦察犯的需要 提解在押人员出所进行辨认 提取涉案工具等物品的 必须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或者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签署的批准文件 同时要凭加盖看守所公章的提讯证 并且有两名以上办案人员 提解在押人员出所 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 看守所将拒绝提解在押人员出所 提解出所后 犯罪嫌疑人被送回看守所时 看守所应当对提解人员的提议表进行检查 并且制作检查笔录 由看守所民警 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三方签字确认 发现犯罪嫌疑人健康状况异常的 看守所应当要求办案机关做出书面说明 并立即报告主管公安机关 和人民检察院住所检查室进行调查 关于Grossman先生和Tekushi先生提到的危害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中会见律师的相关问题 包括范围审批程序标准等 在中方问题清单的答复第三题和第五题 做了相关的回答 在此做进一步的介绍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主要是指刑法分则第一章 第102条至112条规定的 危害国家安全罪 如组织策划实施或煽动分裂国家 或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等 律师会见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再压犯罪嫌疑人 需要向侦察机关提出申请 侦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 经负责人批准 做出是否许可的决定 需要说明的是 并非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 都不允许律师会见 只有有碍侦察 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两种情形 侦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许可的决定 其中有碍侦察有明确的范围 主要包括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创供的 可能引起犯罪嫌疑人自残自杀或者逃跑的 可能引起同案犯逃避 妨碍侦察的等等 此外 在有碍侦察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以后 侦察机关应当做出许可会见的决定 被拘禁人有权就涉及的事项 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提出异议 由国家保密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保密工作部门进行鉴定 盖尔女士提到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是否会影响到言论自由问题 我们要强调 中国司法机关打击的是 切实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而不是以言定罪 不影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的言论自由 关于莫德威克先生问及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是监视居住的一种适用方式 是强制措施体系的有效的组成部分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 除无法通知的以外 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 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为保证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及时得到通知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 检查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 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制定相关的规定 明确监督的具体程序和措施 以规范这一措施的适用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托格西先生和莫德威格先生 问到的设立强制隔离戒毒所 强制医疗所的法律依据和救治渠道问题 中方大部材料第十七题做了反馈 在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设立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主要依据 是禁毒法 禁毒条例 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办法 对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不符的 根据禁毒法 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需要说明的是 强制隔离戒毒虽有一定的强制性 但不是监禁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 不仅要对吸毒成员人员进行教育管理 还要对其进行戒毒治疗和心理治疗 并且采取多种康复措施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以帮助吸毒成员人员顺利地回归社会 其次设立强制医疗机构的主要依据 是刑法 行政诉讼法 精神卫生法 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禁亲属 对强制医疗决定不符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禁亲属 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 实行法律监督 关于盖尔女士谈到中国出入境管理法的问题 根据国际法 出入境管理是一国主权 中国出入境管理法规定了 拒绝境外人士入境的管理的理由 盖尔女士谈及的某些人员被拒绝入境的事情 是中国边境部门依法履征职责 无论如何 我看不出这事和这个公约及委员会的职责有何关系 盖尔女士还谈到所谓的 有人被中国主管部门禁止来日内网参加对话会的问题 我只听说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 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从未听说有人被禁止出境参会的事 一些委员提到了官律师被关押的问题 今年7月 公安机关侦破了一个 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 涉嫌严重犯罪的团伙 并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过程中 需要强调的是 律师和其他人一样 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律师的身份不是破坏法律的副身符 无论是律师还是其他人 只要实施了违法犯罪活动 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还有委员谈到了 有人因参与所谓的政治性事件 而被限制人身自由 中方重申 中国政府已于2009年对委员会结论意见 和建议所作评论中表明了立场 中国主管部门依法办案 针对的是违法行为 中方希望委员会严守自身职责 避免将审议政治化 谢谢 好 下面我请司法部杨健女士 回答委员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好 谢谢大使先生 Crossman主席 Tukush先生 Modvig先生 Domer先生 Mala女士 从不同的角度 谈到了律师的相关问题 我愿意 重点从 律师的权力保障 律师的管理 律师职业证的颁发和吊销 这三个方面 来做一个情况的介绍 第一 律师的权力保障问题 中国重视律师 在法制中的重要作用 今年九月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联合出台了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规定 在刑事诉讼的侦查 审查起诉 审判 各个阶段 对保障律师的知情权 申请权 申诉权 以及 会见 阅卷 收集证据 和 发问 执政 辩论 辩护等方面的权力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 对保障律师职业权利 规定了 有投诉机制 申诉控告机制 维护律师职业权利工作机制 和各部门联席会议机制 这四种救济的机制 来保证 侵犯律师权利的行为 能够得到 及时的纠正 规定 还明确了 侵犯律师职业权利行为的 责任追究机制 在办案机关 及其上一级机关 人民检察院 对律师 提出的 申诉控告 经调查核实后 要求有关机关 予以纠正的 那么有关的机关 如果拒不纠正 应当依照 有关的法律法规 来调查处理 第二个方面的情况 关于律师管理的情况 依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 中国采取 司法行政机关 和律师协会 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司法部 及各地的司法行政机关 是律师的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对律师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绝不是所谓的控制 律师协会 是律师的自律性的组织 对律师行业进行自我管理 承担保障律师职业权利 制定律师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等 在上述的制度之下 中国律师工作 取得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目前 中国全国 共有27万律师 在每年 办理诉讼案件 280万件 非诉讼的事物 100万件 法律援助案件 36万件 提供公益的法律服务 230万件 在律师协会下 律师协会下设 下面还设有了 律师权利保障的专门机构 负责处理侵害律师职业权利的案件 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规定中 明确了 律师职业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 可以向律师协会提出申请 律师协会应当建立快速的处置机制 及时的安排专人来负责协调处理 有关办案机关 应当及时将处理情况 反馈给律师协会 对于律师协会持有证明 调查核实律师权益保障情况的 有关的办案机关应当协调配合 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下 关于律师职业证的颁发和吊销的情况 颁发律师职业证书是司法行政机关 对于申请律师职业的一种行政许可 根据律师法第六条 律师职业证书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律师职业证书是律师依法 犯罪受到了刑事处罚的 那么就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司法行政机关 吊销职业证书 被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人员 不能再从事 法律职业 好 接下来 我再来回答一下 Modwick委员提出的 复原这一 救济形势的问题 中方注意到 禁止酷刑委员会发表的第三号一般性意见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社会组织 开展人道救助等公益慈善活动 鼓励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依法为受害者提供复原服务 不会受到限制 好 下面我再回答一下 关于Mala女士提出的家庭暴力的问题 中国已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列入了立法计划 并于今年8月 在立法机关审议了相关草案 目前 我们中国对受害妇女的保护措施 主要包括建立了 110反家暴报警中心 成立了维权投诉站或者反家暴的报警点 扩大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试点工作 建立了家庭暴力庇护所或者救助站等这些工作 那么这些情况呢 具体的内容可以看一下我们中方提交的问题答复单的材料 第6A问题的相关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再回答一下关于Mala比亚提出的器官移植和强制堕胎的问题 中方在问题答案的答复材料之中 在第24题已经做了详细的答复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中国关于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的规定 人体器官的捐赠必须要取得捐赠者本人的书面同意 所谓的摘取法轮功练习者器官完全是杜撰的谣言 中国政府禁止强制堕胎 要求人工流产必须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 我们在提交的问题单答复材料第28题中 对此已经做出了说明 Mala女士提到的强制堕胎是出于选择胎儿性别的目的 那么这种行为这就是个人自己选择的行为 而不是我们官方的行为 中国的主管部门不允许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另外根据中国的母婴保健法 人口于计划生育法 禁止歧视虐待倪气女婴 否则就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好下面我再来回答一下 Gare女士提及的LGBTI的问题 中国并未将LGBTI视为一种精神疾病 不会要求对LGBTI人员强迫治疗 更不会将他们关在精神病院 当然LGBTI人员在社会上的接受度 以及他们在就业教育健康家庭等方面 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 是一个需要认真注意的事项 但这不属于禁止酷刑公约范围内的问题 好谢谢 请监察部的李扬先生回答委员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谢谢大使 关于Dougui先生提到的两规问题 我想在座如下解释 两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党内纪律审查措施 有明确的国家法律和党规依据 两规措施是对党员纪律方面的严格要求 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有关事项 做出说明是应当遵守的纪律 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不是拘留也不是关押 依照中国法律和党纪 两规制度执行过程中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酷刑 纪检监察机关严格管理和监督 充分保护被谈话人的人身权 财产权 申辩权等合法权益 对两规制度执行中出现的极个别问题 如果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如果违反党纪政绩的依据严肃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做法 谢谢 我请郭嘉明伟金冲之女士回答委员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谢谢 下面我回答关于托古斯先生 莫德卫先生和盖尔女士提及涉及的西藏的个案问题 中方对委员会单位 委员会问题当中涉及藏族的个案进行了核查 查明的情况已经在答复材料中做了反馈 其他一些案例 由于问题本身包含的信息不够不明确读法核查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不允许因民族不同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 不存在所谓的政治犯 有关少数民族犯罪嫌疑人或罪犯 受不公正虐待或酷刑的指控没有预据 关于任波切的情况做简要说明 我理解这是指的是丹征德勒 丹征德勒因犯有爆炸罪 煽动国家分裂罪 被判处死刑 管期两年执行 后减为无期徒刑 192015年7月12日 丹征德勒因心愿性猝死 经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 丹征德勒死因明确 对其病情的救治及时得当 相关情况通报了家属 检查机关依法对死亡情况 作出调查结论 7月16日 丹征德勒的遗体 按当地封熟习惯火化 骨灰洒入其家乡的盒中 他在当地的家属 全程参与 丹征德勒在服刑期间 其死亡后 有关方面依法保障了其合法权益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 下面我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 回答委员们提出的有关设计香港旅业的问题 谢谢吴大使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感谢成员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我在回答中将涉及不驱回声称打击人口贩运和基亚人士的待遇 就是我们成教所的这种对基亚的待遇问题 然后请我的三个同事 谈成员提出的其他问题 首先是不驱回的声称 提到了不驱回声称的案子的处理 以及统一筛选的机制问题 谈成员还问到香港不实施难民公约的一些原因 正如我昨天开场牌所说 加强的筛选之日 机制主要是确定库刑声称 这是根据公约的要求 以09年设立 根据强化的筛查机制 可以生成的可以提供一些酷刑 以此为理由提出生成 入境处将所严格的审查 之后我们做了法律的修正案 以便提供 为这个法庭机制提供法律依据 香港政府以私营部门和其他例外官方 以法律界做了 立法会做了磋商 所有的不哭上的声称 包括比如说有酷刑不仁道 犹如人格的惩罚和 阻力和酷刑作为理由呢 已经在这个 要联合法律中 把它列入 另外 申请者还会提供 公共的法律援助和口译服务 在整个审查库之中 都可以提供他们的这样的服务 他们可以向立法的 独立的酷刑上诉理事会提出上诉 如果路径处拒绝了他们申请的话 所有的决策者和医务人员 在协助申请人 这些人都受过培训 合格培训 比如说 难民署和联合委员会的成员等等 都给他们做过培训 也使他们合理地了解 国际和本地的一些法律指南和最佳做法 包括让他们也了解伊斯坦布尔 伊丁书 在我们的法律系统中 成功的申请者可以 不成功的申请者可以要求 有关部门重审 他们的决定 通过司法重审 并且还有法律援助 帮助他们这样做 如果他们合格的话 所有方法 包括法律界和立法会 以及所有的那个申请者 会充分地向他们通知 有关统一筛查机制的情况 从2014年2月开始 又宣理了4000多的申请案子 这是在统一筛查制度下做的 在去年3月到今年9月 这个部呢 又宣理了很多数量的那个 就是每个月要处理100多个 这样的申请案 去年3月以来 入境处收到了8000多不趋回的申请 也就是每个月有130起 也就是说 未决的上 未决的那个 申请案已经达到了1万多件 这是有史以来很高的 就建议就数这么多 因此优先的审查是 就是要求在 它要规定合理时间内处理完 真正的申请者会得到保护 没有拖延 我们将会审查相关的立法 需要修正 以堵住漏洞 我们将继续与各方 包括法律部门 法律界和立法会 来进行重新审查 就像我们以前一直这么做的 关于难民公约 特古许提了这个问题 香港是个小地方 人口密 一方面 我们需要维持自由的 免签的环境 方便 真正的路远 同时我们也要 要严格入境控制 以保卫安全 香港人民的就业和福利等 我们的独特状况 再加上我们的经济繁荣 使我们容易受到 非法入境和经济移民的影响 这些人声称 他们要来在 主要是要获得更好的生活 我可以举个例子 2009年3月香港法庭判决说 入境处对那些 对遣返的非法入境者 虽然高等法院最后推翻了这个判决 但是它马上是非法移民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 为了填补这个空缺 堵住这些漏洞 香港政府不得不紧急对法律做修改 一边制定新的一个刑法 一个罪名 即从事非法的事业 在11月这个法律通过之后 这个非法移民的数字 数码就简离了 还有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犯罪团体 专门组织这些非法移民进入香港 完全都是用这些所谓的这个庇护 这个签证的借口 一到以后就要求不退回 特别是有两个国家的这个 国民在过于24个月中增加了百分之 增加25倍 虽然我们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 除了严重的滥用 我们的不退回甄别进程之外 包括众所谈的这些行为 还包括其他很多犯罪的行为 包括拐卖人口 我们的执法机构正在深入的 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调查 因此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修改我们香港的做法 不能够说我们不执行这个难民公约 关于拐卖人口 水先生谈到了我们的做什么努力去打击拐卖人口 还有是怎样保护受害者的 香港非常重视打击拐卖人口 我们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去反对这种犯罪 我们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打击拐卖人口 我们的工作是多方面的 包括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包括执法部门的合作 对受害者的识别 保护 预防 和国际合作 在过去五年中 我们成功地起诉了八个犯罪团体 被逮捕的人 被判三十六个月的徒刑 在今年 今年为止 我们发现了两个拐卖人口的团体 有十六个人被逮捕 根据我们枪有力的法律打击拐卖人口 香港警察定期的召开跨部门的联合调查 交流情报 在调查拐卖方面进行合作 对打击非法移民 非法性工作者 这些搜索工作是每天都进行的 为了加强我们执法人员的敏感性 我们专门规定了一个问题表 让他们根据这个调查表去看谁是潜在的受害者 还应该知道怎样在发现之后找到帮助的部门 我们每年对几百个官员进行培训 让他们了解这个拐卖的问题 这些努力还会继续进行 我们免费的向拐卖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住房 食物 心理咨询 医疗 这些都是不同部门和非证务组织免费提供的 我们还采取了措施 帮助受害者参加这些法律的程序 包括对证人的保护 免收签证费和免受刑事处罚 我的同事可以给大家详细谈一下 对外国这些庸人的保护 Modvik先生问使用单独关押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监狱规则第63条 任何被关于的人士 如果犯了罪行 包括打架和不遵守监狱的纪律 根据纪律审判之后 可以判28天的这个关押 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官员需要把这个人 单独和其他人隔离开来 从而保证监狱的正常的秩序 这也是为了被关押的个人的利益 但是关押的时候 不能够 单独关押不能够超过72小时 在很多情况下 单独关押一个人是被关押者自己提出的 有的时候也是其他执法官员提出的 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个人 如果把他单独的关押超过了72小时的话 那么警长医生和一位心理医生 将共同讨论这样做是否恰当 然后向建议部门的负责人提建议 他可以要求进一步单独关押 但是每次关押的时间最多不能够超过一个月 我们每天关押的人大约有8000多人 实际上 我刚才说的数字是单独关押的人 总共关押的人是19000多人 被单独关押的都是由于这个纪律制裁 也引起的 还有1700多人是由于这个自己提出的 每天意味着有7.7个犯人被单独关押 考虑到我们有28个遍布香港的这个 这个设施 关押设施 这些数字表明单独关押的这些数字 以及单独关押的这些案件的数量 实际上是很低的 关于这个关押的期限 单独关押如果是由于记录制裁 一般来说平均是7.4天 如果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这个单独关押 63%都没有超过72个小时 关于使用这个器具 警察器具问题 我们建议法的第72条说 这样的规则 并不应该是作为惩罚而加使用 具体的目的是防止被关押者 自残或者伤害他人或者破坏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对巡回的法官汇报 而且医生也可以提出建议 被关押者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同样根据我们的监狱规则的67条条款 这个被器具制裁的这些人 不能够超过24个小时 除非巡回的法官明确书面允许 我现在请香港警务处的探议先生 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最近几年这个影响公众秩序事件的调查 我首先答复一下 Toguchi Homovic先生 就香港警务处所提的问题 和平节会和游行的权利 是香港法律所允许的 在过去五年中 每年都有这个六千多次这个示威游行 大多数这些事件都是和平的 遵守秩序的 警察在处理这些公共集会和游行的时候 保证公正 公平 以便符合法律的要求 香港警务处的政策是 一方面要允许公共的集会 特别是和平和合法的这些集会 但是同时要减少这些示威游行 给公共带来的影响 同时保证公共的秩序和公共安全 警察总是呼吁这些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应该遵守法律 他们应该和平的表达观点 而且应该保持秩序 不要采用暴力 或者其他无助于公共秩序的行为 在去年7月14号 有50多个人被逮捕 根据警察的记录 被逮捕者和律师的会晤 总共有233次 这些都是警察所允许的 所有被逮捕的人 在不同条件下 最终在同一天都被释放了 我现在再谈一下 和非法占领运动有关的问题 这是莫威和盖亚女士提的问题 非法占领的运动 从9月开始 在去年严重地威胁了香港的法律和秩序 示威者阻挠了三个商业区的主要的道路 其中有些示威者 甚至向警察的警戒线发起冲击 而且采用暴力 香港警察 尽刻表示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容忍 非法占领 在79天之后和平结束了 在维持治愈活动中 130多个警员受伤 警察也让220多个示威者得到了治疗 警察随后进行了审查 审查了 从准备到最后执行期间 整个阶段的工作 以及善后的工作 我们有强额力的 这个对警察提出申诉的这个制度 这有两级 第一级 对香港警察局的监委会 投诉警察科 它负责处理公众所提出的 针对警察的这些诉讼 这个投诉警察科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它和警察部门分开 主要是要保证公平 第二级 就是监警会 即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他监测 这个投诉警察科是怎样处理这些上诉 这些监警会的人并不是官员 都是来自于社会各界 这个监委会的三个副主席 都是立法会的委员 这个两级的警察诉讼制度 在香港是行之有效的 自从成立警监会以来 80%的这些诉讼 都是直接交给投诉警察科的 这意味着公共对现在的体系 是充满信心的 投诉警察科根据法律 需要提交调查的报告 每一个上诉都应该有结论 报告给监警会 如果监警会对投诉警察科的 调查结果不满意的话 他可以要求投诉警察科 再调查有关的这些指控 然后提醒我们这个 香港的行政长官本人这个注意 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 这个公平的对待所有的上诉 我们对非法占领运动的处理 总共收到2700多个上诉 其中90%都是在看了这个报道 或者是从网上或者星期之后提出的 在总共提出上诉的人 只有170多个人是真正提出了 是由于直接参加这些运动 而提出这个上诉 投诉警察科 已经对150个案例进行调查 而且把报告的结果 提交给了监警会 监警会已经通过了141个的报告结论 清理位置没有 没有解决问题 我也现在在谈谈 香港警察关于使用武力的政策 这是Motivate监警的问题 警察有严格的关于使用武器的规定 使用的武力必须是 为当时所允许需要的最低的武力 而且是要有合法的目的 在允许的情况下 首先应该警告 有关的人应该 有机会尽可能地 让他能够服从警察的命令 警察在这种时候应该表示 都应该在使用武力的时候 实施最大的克制 而且一旦消除武器之后 就不应该再使用武力 如果示威者以合法和平和理智的方式 表达意见的话 是不能够使用武力的 他们必须遵守警察的指示 不能够袭击警察 所有的警察如果使用武力的话 如果仅仅是为了公职使用武力的话 需要向上级汇报 然后向上级要审查 在正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否恰当 随后 即使使用恰当的话 也进行调查 如果任何公众 对警员使用武力不满意的话 可以提出上诉 上诉会受到公平的对待 谢谢主席 中国 香港 澳门 是一国两制 所以花的时间多一点 但是我们希望看看 能不能再延长十分钟的参与时间 因为我们也希望给你们充足的时间去答复 根据我们共同的这个程序 我要代表委员会 感谢各位刚才寄我们的答复 感谢 中国 香港和澳门的党 我们可以晚一时候 再完成向澳门提的问题 因为在现阶段 为了继续进行对话 我们希望继续利用这个时间 不要说澳门没有时间 因此答复不了 实际上是有时间的 大家如果要补充这个问题 的话可以 我还想说 任何和我们对话 有关的问题的话 在两天之后 大家可以以书面的方式做答复 如果这被审查过认为时间不多 无法答复问题的话 可以在以后两天以书面的方式答复 这么说我们这个发言时间 多十分钟到六点十分 我也感谢口译 所体验出的灵活性 我现在打算 请报告员发言 但是在此之前 我想知道 从时间安排考虑 我想知道谁想发言 我现在先请报告员 被人讲十分钟 让他们先讲 然后呢 我让委员会的委员再发五分钟 那么我到时候还得提醒人们 到时的时候 也要停止发言 这是不让人喜欢的 现在先请Tugushi先生讲 谢谢主席 我尽量用我这个十分钟 尽量的是有效的使用 感谢迪约国 还有香港代表给我们提供答复 有一些问题还需要澄清 我现在再谈一下 问这些问题 有些可能是 对外方可能已经涉及的 就这个香港的问题 往然还有一个问题要澄清 就这个酷刑定义问题 香港没有采取措施 就是来确定这种非法的进行 在法律这个法律之下 或者是被在第三四部分 这个法令里头的内容 我想指出这公约不授权 任何有可能有不同的内容 也许可以澄清一下 是否有什么计划 能够改变自己立法的内容 就移民的问题 还有甄别的问题 入境者和甄别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已经收到 一些信息 这个机制如何运作 但是谈一下 现在是否真正的执行 那么这个全面甄别的系统 是否执行 或者哪些没有执行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实行 我想问一下 那这个地约方 真正实质项的最基本的严重性 那么在他的立法里头说 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 地约方报告说 在开始这个全面甄别系统 从14年到15年的时候 已经确定 1873个不去反的要求 只有8个得到确证 这个比例还不到1% 那么建于这种很低的这种批准率 那么地约方在决什么措施 来保证这种实质性风险 这个标准不要过分的严格 还有就这个家暴 或者是基于性别暴力方面 还有性取向这个内容 那么移民的这个机构 是否在这个酷刑的数据方面 还有这个酷刑的索赔 是否把这些信息向公布 那么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做解释 给我们公布这方面的数字 还有您说到了 有5000不遣返的 是在促进的加强的机制 是在09年的14年 有1882人离开香港 自从执行这个全面证别之后 有200个人离开 或者是要被递解 是否可以解释下多少人 他们自愿的遣返 有多少人是由政府递解出境 还有采取的措施来监督这种遣返 来保证他们不会受到酷刑 或者是受到虐待 在他们这个来源的国家里头 受到这种待遇 就澳门呢 越方指出在05年 到14年的时候 他有9个难民的案例 涉及14个人 只有其中一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地约方承认这个难民的地位 那么给予难民地位有什么标准 只有4个人接收到了这种地位 自从05年到现在 政府是否可以考虑这个标准 来保证这个预值 这个标准不是太高 另外政府呢 还监督这个申请者 他们在申请被拒绝之后被遣返 那么还有这个就北朝鲜的问题 对北朝鲜人评估 他们是否面临着巨大的酷刑的危险 那地约方呢 也报告说 没有执行特别的程序 来确定受害的 这个寻求披护者的 这酷刑受害者 因为很少的寻求披护者 地约国是否执行了特别的程序 来确定移民 有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酷刑的可能性 在这些地约的程序里头 我过去的五六五七八的条款 我简短地问一下 在报告里头 地约方是否引渡了外国人 基于这种酷刑的罪名 地约国说 现在没有确定 属人和法外治权 就这酷刑的情况 有没有任何案例 在报告的阶段 涉及第七第八第九条 这个刑法 确定这个酷刑的这个罪名 就香港来说 地约方指出 这个香港和中国进行谈判 就把这逃犯递交 还有这种工作呢 在进行 这种谈判在进行过程之中 香港是否接受了要求 把这个逃犯递交给中国 现在临时的措施有没有 现在协议是不是包括所有的 在第三条之下 是作为可以引渡的罪名 那么地约方是否可以向公众宣布 这个条件 地约方在收到这个引渡的要求之后 怎么处理 就澳门呢 香港和中国的制裁的比较严格 香港是允许终身监禁的 在大陆呢 有可能会办死刑 有一些非这个 就这个程序 有可能在香港或者中国呢 会判更重的刑 或者是给这个大陆 有一些罪名呢 本来在澳门 可能是不是不作为罪名 现在我时间 已经快到了这个香港政府 给我们介绍了一些 涉及过分使用武力 这个警察的做法 我现在谈一下 地约方跟我们说 公民有机会游行的权利 但是呢 昨天我同事 莫德维克先生 已经提到了 有这个雨伞运动的14年 这个情况呢 让我表示比较关注 我现在谈一下其中一些问题 在疫情的一个情况 在雨伞运动中 有七个警察 踢人 还有在逮捕人的时候 使用暴力 还有这些官员呢 他们终止了一个调查 官员现在调查之后 没有被解职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打游行者 这些警官后来怎么处理 现在我听说 警察放了这个 催泪弹 还有用棍棒 现在是否 又对这种过分使用武力 进行调查 对这个和平抗议者 这种行为 现在有多少 抗议人被起诉 哪些被监禁 现在你谈到这种 两级的这种 对警察的投诉 我们知道 IPCC是监警会 是警察的不端行为 进行监督 那么是否要增加 监警会来审 在政策一级提出建议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没有这种 眼前的授权 另外还有一些规定 是因为警察行为 是内部的规定和程序 比如说就警察程序 就这个移民部门的 检查等等内部规定 这些内部规定 是不是能够变成利益 反而他们具有法律约束力 并且能够 能够这个更加清楚 这个内容 Tugushi 你的时间没有了 谢谢你 Modvik先生请你讲 谢谢主席 我现在想表示 感谢中国代表团的 全面的介绍 包括书面所提供的 用英语翻出来的暗文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措施 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来让我们的对话 具有建设性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也理解 这个统计数字 在中国呢 不往往呢 不能看到 我们要求 拿着统计数字 我们希望能够澄清 这个统计数字 是不是 是不存在呢 还是说不想让我们看 出于某些原因 我们知道 这个统计数字 比如死刑 还有处决的 这个统计数字呢 有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呢 帝约国不愿意 把这内容给我们看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感谢你们 就训练方面的答复 我要问一下 这个训练是否包括 就这个法律 去和医疗方面调查 按照伊斯坦布尔 议令书 并且呢 还有任何 是不是有这个要求 让工作人员 按照这个议令书去做 在这个调查的阶段 对这个酷刑呢 进行调查的阶段 来试用 我们还要感谢你们 答复监督 这个挤压场所 我想谈一下 这个检察院 按照报告和答复 检察院发挥重要的作用 来监督这个挤压场所 调查 在压人员的抱怨 还有解决这个 在压期间死亡的情况 为了保证公正性 和这种活动的全面性 现在这个机构 应该行使 这个独立 应该完全独立 他们监督的机制 那么我们觉得 这个内容 对这个检察院来说呢 希望能够了解 为什么检察院 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机构 为什么和执法机构 能够真正独立开 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 过去已经问过了 那么第一约 我是否在考虑 建立一个国家人权机制 按照巴黎原则 这样的人权机制 就调查法庭的强迫 自己的承认的 现在 就这个公约的程序 有什么样的程序 来保证这种情况的调查 有哪些酷刑的情况 在这个198 这个不可受理性之中呢 这些案例 有哪些得到处理 就赔偿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有这个两年的期限 寻求这个国家赔偿 有两年期限 我们觉得 这实际上是不符合 14条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实际上 是不应该有这种限制 那么地约国是否考虑 把这个酷刑和虐待 实际上有这个时间限制 应该加长 那么谈到有6300多个 国家赔偿的案例 在去年存在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些案例里头 这个赔偿 有多少是针对酷刑和虐待的 结果就这个国家赔偿法 是否也包括其他性质的 不光是资金这个方面的赔偿 就酷刑的这个案例 国家报告里头 这个回答问题清单之中 我们收到有这个起诉和定罪 但是没有收到有多少举报的数字 我们只有这个热线里头报告 有多少使用热线的人的举报 但是呢 肯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向政府举报的情况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这个数字 就酷刑就医生所发现的情况呢 今天说到有关的部门将调查和处理 按照法律来进行 是不是请谈一下 这些有关部门都是谁 他们如何按照法律来处理这些案例 也为感谢你们做出答复 来谈这个医保的问题 这是按照这个医疗的标准来进行 这个保外就医 这是不是只是个医疗的决定 来提供保外就医 还有说还有其他的安全方面的评估 也包括在这个决定里头 也感谢你们澄清这个单独监禁 和第一类的这个安全方面的分类问题 实际上这问题呢不是标准的问题 而是说有多少在家人和囚犯 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第一类的这个安全风险 就这种审问椅你们的答复我们是感谢你们的 我们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有时间的限制 对这个坐在这个审问椅里头 有多少有多少个小时 我想不太同意这不是酷刑和虐待 我们觉得在一个监禁地点 实际上不需要这个约束器 甚至不需要带手铐 甚至不需要带手铐 为什么需要使用这种审问椅 我想在家人逃跑这种机会几乎是零 我昨天也问到 但是我觉得没得到答复 那就说是否有时间的限制 就这个审问的时间 一个人被审多长时间 是不是有个时间限制 还是说可以不断地被审问 可以几天连续审问 就其他的这个拘束器 比如在这个强行戒毒的人 有没有什么报告的 有监督机制来监督这个 使用这个拘束器 就对这些强制戒毒的人 还有呢 放在这个强迫隔离戒毒 我想这一般来说 跟这个医疗这个设施也有关 是不是需要到法庭去 来把这个决定推翻 那么法庭有多少案例 人们要把他们放在这些设施里的决定推翻 昨天呢 还有谈这个滋事 滋事闹事的这种情况 我说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客观标准 对这种巡选姿势 有什么样的惩罚 我也感谢你们就这个双规方面的解释 但是呢 我们没有听到 有其他的这个被监禁场所 有些代替这个劳改 我们希望能够说面的来解释这个法律的基础和法律的保障 如果要是进入这个双规场所的时候有哪些保障 就这个香港呢 我感谢你们谈到这个单独监禁的情况 看起来呀 2600个这个单独监禁这种惩罚 如果要有8200个囚犯的话 这个数字很高 我看起来呢 好像是三分之一的这个囚犯 都是被惩罚 放在这个单独监禁 是不是我没听明白 没听懂啊 你们在香港是否在考虑一种强制性的报告 和单独监督机制 对这个约束器具方面的措施 我们在那个组织堂科和监禁会时 他们并没有完全能够独立的保证 独立使用 独立监督执法部队的使用武力 你时间到了 谢谢 现在 Jenick先生 四分钟 谢谢主席 我谢谢中国代表团 给很多问题做了大量答复 我就谈三点 因为时间 我的时间很有限 第一 我的理解是 有大量的法规禁止 行刑逼供 这很好 我们还获得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这种 在法律诉讼中 这种口供 因为是酷勤得到 而不被采用 我的问题是 对违反这一法律的 就是行刑逼供的这种做法 有什么惩罚的法律 怎么惩罚 搞行刑逼供的人 在报告里面 代表团 详细的做了答复 我感谢这些详细答复 但我从您给的答复中 我的印象是 这些案子 最少四年前 成组很轻 两年18个月或一年 在有的国家 酷刑的惩罚 至少是五年 然后呢 又要从重处罚的苦刑 造成了伤害 可能判处十年 十五年 而造成受害者死亡的话 在许多国家 甚至会判决 终身监禁 来惩罚 行刑逼供 致死的公职人员 因此 我希望能够得到澄清 有什么法律 来规定 违反 禁止 行刑逼供 的 法律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另外一点 居留 问题 我们从报告中 从你们今天提供的情况中 承认了 你们有无数的机制 来监督 拘留所 这很好 我不想再 重提这些 重列这些 我的问题是 在实践中 他们向谁汇报 他们向哪个 主管部门汇报 他们提出了 什么样的建议 主管部门 对这些 监督机制提出的建议 有什么后续跟进 最后问题 在某个时间里面 他们提的报告 提的建议 他们的实施情况 是否公布 最后一点 我们收到一些 信息 就是说 很糟糕的待遇 用于那些 死刑犯 死刑犯的 我想知道 死刑犯的待遇是什么 请代表 介绍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我 感谢 中国代表团提供的答复 我想回国台谈 某些答复 我呢 就是简单的谈一下 法官的独立性 这不仅仅是规范和条例的问题 这个是个法律问题 必须一直要做 在第一个法官 给他们提供吃的东西 在先前的报告中 有一些判决 没有 判死刑 有关死刑的案子 很短的时间 这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法规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就是检查 我们要看检查 检查有新的途径 有新的培训 要有新的培训 他们需要再次看一下 从收监一直 收押一直到 压生到拘留中心 以及在这过程中 都要有机制 来管制警察的工作 要让警察受到培训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影响到很多的国家 不仅仅是中国一家 但警察必须要有 自己的培训和教育 再进行监督 另外 有些残疾人 或者是精神残疾人 我们感到不满的是 无法问及这一部分的情况 因为这些人 在警察手里被虐待 他们的残疾 使他们容易受害 有时候会遭到虐待 比如强迫他们服药 或者强迫口供 这一类的个人 应该在改革 这种个人待遇的安稳 是需要予以照顾 我们如果对一个精神病人 或者有生理残疾人 对于精神病人 我们无法什么负责 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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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玛先生请 话筒 谢谢 you for 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谢谢您对这个答复 我们都知道 律师并不是形式 司法行动 获得保护的一类 一个物种 但我们都同意 并不是所有的律师行为很规范 但现在的问题是 在法院与律师有争议时 有谁来判定是非 当然他们各自 当事方不能自己决定 必须要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 真正独立的机构来决定 如果律师上法庭 发现他不管说什么 做什么 没什么要紧的 法院去说 他会没有进展 他觉得浪费时间 那么他们会有反应 各个律师有不同的反应 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机制 以便使人们对律师有信心 如果律师会公平 他们在旅行职责 为客户辩护时 能够公平的形式 那么律师也如何 对不公平的激留做出反应呢 为了给所有的公民 带来一个公平的教育 交易包括给他们自己 可以从事自己的行业职业 而不能受到报复或者打击 这些律师业的成员如何选出的 据说这些管理的律师 主要是与这些清政府的律师来当单 是这样吗 有没有一个应有的程序 来审查责照的取缔问题 在取缔时 要确保律师能够有核实的司法系统 没有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现在显然有种制度上的制约 公民要上法庭 如果碰到障碍的话 应该有不咎 公民可以开放的进入法庭 打官司对一些违反宣法的行为 公民能否公开的上法庭 打端识 所以这些记录 所以这些记录 就有很好的结果 就是您一旦赋予法律界 以力量让公民能够对国家 就基本权利问题提出质疑 特别是在酷刑的时候 要是法院成为公民的权利 和国家权利之间 一个有效的裁判者 如果 对不起 你的时间到了 盖先生 谢谢主席 我也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感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表 我想谈一个已经谈过的点 我们在第一阶段对话中已经提出了 我想再提出来以便获得进一步的情况 我要感谢法官 代表团中的法官提供了这些情况 他介绍了法律上的保障 法官可以获得各种法律上的保障 同时他还介绍了一些法律机制 允许他们能够充分独立的旅行职能 听到他的介绍之后 我又想起了第一国 对问题清单所做的答复 对第一国有一个政治委员会 监督司法机构看他们的运作 政法委 他并不做侦查调查 或者对司法判决不做意见 如果我对他们的答复理解正确的话 有一个自律的制度 法官们有一种自律的制度 也就是说他们履行职责 选择和认责的制度 是一种自主的制度 我要与先生答复出比较我 我一项问个问题 有没有必要协调律师 有没有必要将法官的工作 与政法委的工作协调起来 第二个问题 这种协调有什么内容 这是我要问的 对不起 对香港我还有一个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 首先我要做和中国起草了反家暴法案 但我想知道 它是不是有报告 就是有更广的社会者保护 因为它是个法案 现在你们是否要重新考虑 去做个修改 以包括这些方面 如有必要的话 我的第二关切是 AOI26 你提到了正式 这些措施来说是救人口增责 这些受害者有没有受到赔偿 恢复按照公益的要求能够 获得赔偿和补救 另外性别选择是受到限制的 但它是不是个罪行 您回答的时候说 同性 IGBT重新的关系在中国不是个罪行 关于香港 我还有一点澄清 政府是否确保性别承认这个制度 是否认枯颈下的不可减损的义务 我的第二关切是 政府有没有统计数字 反映双性儿童的生殖器的外科手术 另外你有没有对医疗专业人员做过宣传教育的项目 还有一个问题 刑法有关人口犯益的刑法 是否包括强迫劳动这一内容 如果人口犯益的受害者和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由于非法逗留而被起诉 另外他们在打关系的时候 是否可以工作 最后一个问题问澳门 您的报告提到 同性夫妇可以得到法律的援助 也就是同性恋并不被治罪 因为这个 你们是否考虑 就是加安保法 也把那个亲密关系之类的暴力 也是一种罪行 你们是不是在考虑 另外你们是否做过努力 来调查人口犯运 特别是强迫劳动有关的这种问题 另外有没有 你们是助理那个儿童性旅游这个问题 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因 给外国犯运受害者提供 那个逗留 这种从来没有使用过 对受害者病呢 受害者是否申请过 他们可能 因为他们在回去 会需要保护 因为他们会碰到痛苦 谢谢 我自己要做一个贡献 我首先感谢你们的答复 我要提出下一个问题 中国在各个中央中心里面 因为第一国的法律框架 原则上是符合公约的 而实际上 没有一个明确的酷刑定义 在法律中 这确实造成了实际的担忧 酷刑的行为 可能会逃脱惩罚 因为存在着复杂性 他们建议把酷刑的定义 包括进来 我在每个来自尔的国家 都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要采用公约的定义 我们可以一直来评估 情况的严重性 同时我们注意到 那个2012年的检察院的法律 有着放松 对那个心理苦心 心路痛苦 但还是很模糊 我想知道您的意见 已经从2015年 有什么计划 您说你们真的考虑 我们要问一下 你们是否在考虑 看一看我们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是 顺于所有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 在检业所里面 他们认识到 行事诉讼法的价值 他提到的 辩护律师和客户的 那个会面数量 大大增加 我们注意到 但是还有下列问题 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只有法律 我提到的 就是只有律师有权来会见 这个背景二人没有权来 提出这个要求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就是那个就是 有客户会谈的那个监听 对 雷女士的现在不仅在你们国家 不仅在中国是这样 因此 这些建议 是来自一个 一个 有权威的中心提出的 我们想知道 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 你们是否 你们说要继续审查 评估这个情况 请常 根据法律 这个非正常死亡 我们现在面临问题是 首先 应该确定对国家安全的罪 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 知道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 但如果讲的太犯的话 就会引起问题 第二 我们委员会需要判断一下 这是纯粹的一个 这个 检控方的一个 特权吗 这些 法官是由国家任命的 他们 需要保证 在这方面不会出现 这个 滥用的情况 还有一个 我们要问问题 就是 如果不能够见律师的话 你们这说 除非这个妨碍 见律师的情况消失 这个判断并不是 司法的判断 而是一个 行政方法 或者说检察官的判断 这是我们要经常谈的问题 而且涉及到这个平衡 除此之外 如果说这种情形不再存在 这完全是由这个行政部门去判断的 这就对我们来说引起了一个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正方问题 而是具体的保障方面的问题 我们已经多次在公民中谈了过这个问题 还有就发律师的问题 律师的问题很重要 因为见律师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现在见律师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因此我们想问一下好几个律师 是由于这个国家安全法 而被拘留的问题 而且没有这个上诉的这个机会 这问题很重要 对公民来说都是很重要 我们知道新的律师法 在某些领域有所改进 但是有一个我注意到的问题 就是修改后的第309条 用的是such as 比如说 你什么构成了这个非法的行为 现在问题是 在确定这个犯罪行为的时候 应该有很严格的限制 这说的是例如 这意味着 这些行为是犯罪 但是讲的很犯 这就涉及到 被告的人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 你们多次在法律中用 比如说 什么什么是不允许的 我还要承认 我作为律师 当然有利害冲突 我提的问题 主要是考虑到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 有人问 如果一个 律师在法庭会智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特别是我想问这个取消律师的行业执照 是怎样做是决定的 如果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人 他无法在 从事这个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还谈到了律师协会 好的国家都有 智力 就有阿根廷 巴西 美国什么都有 这些都是这个成员自己选出来的 中国也是这样吗 这个律师协会是律师自己选出来的吗 还有2012到2014年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我想提醒大家 我们赞扬 你们通过这促进管理法 这在第一次 在国内法中 加上了这个关于这个 我们反困境公约 关于这个难民待遇的文字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鼓励大家进一步 保证对他们进行登记 最后我再讲一点 我感到初心的说 这种单独关押是一种管理的工具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您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惩罚 最后我们对话快结束了 我觉得这场对话是非常丰富的 我作为委员会的主席 感谢你们所做的介绍 我也期待继续进行这场对话 隔下 我们现在打中段五分钟 你要想要就 十分钟 podob 操线 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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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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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